在星海爭霸2的世界裡 如果不能夠多一點蟲族玩家 就要人神共分了 各位觀眾朋友 我是徐戰元 而在星海爭霸2的部分 問您所邀請到的賽事講評是 江湖上人稱的Soulbet的張宣奇 Soulbet 你好 早安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Soulbet Rush 是的 畫面上我們看到的是 畫面左邊 哇 臉比較大 昨天你講過 氣勢比較足 氣勢比較足的 韓國蟲王 朴勝俊選手July 那他今天的表演賽 他對上的是 White Spider的DS王俊選手 July在昨天跟鬼手輝 袁錦輝選手是一場表演賽 結果被航空母艦打得滿頭包 July是7月的意思嗎 對 沒錯 被鬼手輝打到變個農曆7月 變鬼月了 本來是國力的July 現在變農曆了 因為被鬼手輝打了 變鬼月 農曆7月 不過今天呢 我們的DS 應該也有所準備吧 對不對 對 應該是要說準備 在薩爾納加洞穴這張圖 而且他也是直接挑選種族 他挑什麼 神族 直接用神啊 其實 可是王俊在 國內的職業電競聯賽 他用神 就隨機到神的戰績 是一勝三敗而已 對啊 可是他就特別選神要打蟲王 對 應該是有所準備 我們看到右上方 現在我們看到螢幕上 1點鐘的方向 這個是July July 2 是在1點鐘 藍色藍色的蟲族 緊接著看到的是 7點鐘方向 這是華裔的 華裔的DS 華裔的DS 紅色的神族 在7點鐘的方向 昨天這個灰啊 鬼手灰啊 他也是用神嘛 對不對 他打法是 可以刻鑄這個蟲王 這邊DS用神來打 會不會也仿造那個方法呢 在這張地圖上比較困難 比較困難的 因為在薩爾納加洞穴 惡礦是一個義工難守的地圖 但是反而是在 夏古拉斯高原的惡礦 非常容易做一個防守 對 所以其實打法上 會有些微的落差 不過他應該也是有一定的準備 才敢直接選擇神族 嗯哼 昨天灰是怎麼打贏這個 這個July的 年紀大了還蠻忘記的 那他門口對不對 對 用水晶什麼的 對 沒錯 好像還有一點印象 後來我只記得出很多 航空母艦 對 後來用航空母艦加虛空艦 對 還有狂戰士的搭配 是 那就來看看DS王俊呢 正常的開局 這場是選擇一個正常的開局 兵營之後接著下的是瓦斯場 對 大家都是一個正統的開局 也沒有到門口去蓋 另外這邊July 就打得比較 也是非常的保守 先下了瓦斯場接著下的孵化池 正常的14隻公兵 瓦斯狗池的開局 這個全世界放諸四海皆準的準則 就對了 對 沒錯 最常見的開局 就是這種開局了 我相信 這個浦勝郡 July 他這一次一定會出門 方圓五公里 稍微遠一點去巡一巡 有沒有人 剛剛已經拉了一隻公兵到門口 看了一下 對嘛 昨天找了個道 對 昨天是重計的 今天剛剛拉了一隻公兵到門口 看了一下沒有東西 好 然後就放心的回去繼續挖礦了 對啊 昨天他是 尋了沒有很遠 對 剛好就沒發現 對 昨天那個是 出其不一樣 出門的時候還發現 怎麼門口被擋住了 對 不過他剛剛 在其實我們的採訪 訪談當中 他也特別提到了 他覺得台灣選手 也可以去韓國的聯賽去發展 對 當初這個Soubet Rush 沒有人家韓國人請你嗎 沒有啊 沒有啊 對 我有去比過 然後就打出GG史密達之後 我就回家了 是喔 沒有一些韓國辣妹來跟你要電話 或者是邀請你進入他們職業 沒有 是 不過最近幾年 也許慢慢會有啦 對不對 對 最近幾年 我相信台灣選手的實力 現在已經是 已經越來不斷不斷的在做提升了 有些國外的廠商什麼之類的 對 像Sam不是 對 現在很多 尤其是Sam 都常常去打一些國際的邀請賽 對 那其他的選手 現在也慢慢的有在提升 哇 這邊王中 一路飛過來 但是還沒有跑到這邊 我要說我已經很盡力了 就是跑不快 對 飛不快 欺負我熱氣球比較龐大 對 哇 喔呦 那底肩封起來 趕快門口沒有封死 嗯 放了一個水晶塔 就異化蟲過來騷擾了 對 想進去看一下 不過沒進去死了三隻 喔 四隻全滅 這探測是全滅 那這邊就在是 停採的瓦斯場 惡礦剛剛放下去 要搶惡礦了 喔 那DX是要做一個前壓嗎 狂安斯坦追裂 走到了中間 王中在中間這邊看齁 我們現在有看到 王中在中間是有看到 欸 打不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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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一次你打不到我了 走在那最中間 剛剛看到自己的哥哥 死狀七殘 死狀七殘 對 這是找一個好位置先準備好 打不到 對 那這邊選擇的是一個 喔 閃線追裂 哇 我們這邊是直接攀升了 閃線追裂的科技 那另外這邊我們來看一下 我異化蟲的騷擾 異化蟲也有來做一個騷擾了嗎 上去看一下 門口封得還不錯 所以並沒有前壓 但是看到了三個兵影 而且放兩個門繩在那邊 一隻狂戰士一隻追裂 對 堵在那邊 堵在那邊 位置擺放非常好 接著就是看 接下來就是看比拼操作了 接下來就是 已經士兵贏了 那就是士兵贏 閃線追裂 等會要做一個潛壓 是 這個拿過精華鼠獎的 這個 韓國蟲王 我剛剛想板響家號稱 但覺得不太妥 他真的也是蟲王 那昨天的表現 有些觀眾啊 網友啊 覺得有些失望 就這樣而已 就這樣而已喔 其實昨天是戰術 以及地圖 其實是有被針對 對 昨天是整個其實是完整的 被一個套路所針對 對那我相信 如果在多打機場 或是地圖的部分 其實如果是有 可能是有 絕在做選擇的話 對那其實結果是完全不一樣 唉唷 就像我舉個 我愛你拿棒球舉例 就像我們跟中國大陸棒球隊打一樣 中華隊 可能打個20場 我們會贏17場 但是剛好 就那一場北京奧運就輸了 就一場而已的 對那他就被罵個狗血臉 然後這樣子 所以其實Soubet 當然Soubet不到10分鐘就撇了 就被 就在 我都忘記這件事情了 所以你給他高度肯定 對我是給他高度肯定 是是是 不然自己就變得很低 是 這邊有點交鋒 這個交鋒呢 做一個採線隊的操作 不過翼化蟲非常多 直接壓得過來 卡在這邊很大 利用一個地形做一個卡位 那這樣子的話 不會被翼化蟲包夾 我們就可以不斷的做一個操作 是 操作性相當大 那現在在這邊聚集兵力 選擇在這邊 所以剛剛啊 DS喔 他其實這套DS 就惡魔羊 是 Dement Ship 他剛剛是利用一個地形 不會四面受敵 只有單面受敵 對 沒錯 現在有點被包了一下 對 現在有點稍微被包了 不過因為狂安士是不能閃現的 所以狂安士在前面稍微多撐幾下 嘴鱉這邊不斷在做一個小操作 後面應該有要繼續在喘兵嗎 我沒有躲到這個安全的位置 對 要走出蟲胎 因為走出蟲胎 蟲族的移動速度就會受限 唉唷 我一個閃現就離開了蟲胎耶 對 直接往後拉 算得非常準 好 陣型稍微拉一下喔 讓我們 喔 有在補血 會有這個 後蟲在補血喔 唉唷 我發現喔 這個DS 他用那個瓦斯喔 當做立場耶 要阻隔速了 對 他在那邊檔案那邊 是一個天然的一個阻隔 對 天然的立場 而且不會消失 對 黃金晃的大石頭 也可以幫我阻擋一下 只是他不會移動啦 是固定在那邊的 沒錯 那這邊的話 雙方再做一個喔 當然數量並不多喔 那這邊是喔 直接踩現過來 追殺 追殺 小狗又出來了 對 但是一化蟲又出來了 一化蟲再出來幫忙支援一下 那這邊的 戰況非常膠著啊 沒有血的在拉走喔 後面再補過來 喔 又有一個 又有一個閃現進來了 哇 鑽到一隻 對 這樣多鑽喔 不如消補 嗯 好 整下 主要是不能讓蟲族的兵力成型 對 那只要我們 不斷的消耗掉蟲族的兵力喔 那這邊我們的 因為DS是一個單礦 是一個單礦 所以這邊要不斷的做一個壓制 不要讓韓國蟲王的爆兵出來就對了 對 不能讓他過得太愜意太愉快 好 那這邊來了來了 來挑釁一下 對 來挑釁 來打個招呼 兩顆的立場放置 我會現在有自己的立場了 對 我們現在因為 要決定要潛壓 還就必須要有一點立場 對 那兩隻的哨兵 對 把兩隻的哨位給交過來 對 那現在的話 這邊依然非常膠著喔 如果再不做潛壓的話 這邊July的錢已經有點多了 July有一堆的異化蟲偷偷的 對 躲到旁邊 旁邊的話又繞了過來 感覺怕正面是直接被打掉 想去旁邊打水晶塔 想要從側面的進攻 看到了 對 看到了 好 先打掉這個水晶塔 這邊又持續的壓了過來 這個操作 這邊兩邊非常非常有角度喔 後面 這一個 這個又要從旁邊繞過來 我們把哨兵吃掉了 對 哇 那非常非常非常有效果啊 那現在的追劣是 不斷的被做一個壓制準 先後退 對 而且還是要靠這個天然的立場 對 我們還是必須要靠天然的地形優勢 好 那又要來了 又來了 這個DS選到那個位置 真的是相當不錯 現在補了一個狂戰士在前面 對 又來前面 對 沒關係 損失一隻狂戰士 但是我們每次過來 都殺掉幾隻的蟑螂以及異化蟲 然後我們大量的追劣還沒有 還活著 還有大量的追劣 現在的追劣的數量 我們來到了18隻 對 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多 我們越來越多的情況之下 等一下有機會 只要以戰具的優勢 就可以直接壓到對手的臉上 直接 比他打出GG 這個BS的王俊 非常有耐心 對 就是不斷地做一個消耗 神族絕對絕對不能夠 絕對絕對不能夠 太 就是直接往深入提進他被爆掉 對 因為我們是一個單框前壓 是一個單框硬壓 如果我們這一波兵沒了 幾乎就等於比賽結束 是 好 所以他非常有耐心 打帶跑 打了之後就往後退 打一個游擊戰 對 打一個游擊戰 這邊雙方要做一個會戰 這邊操作得相當不錯 對 不過JULAI 這邊也應該要想辦法 不能這樣子 一直一直 又來又退 JULAI在後面現在在升級的是 蟑螂的遁地以及移動速度 對 只要這個升級完成 我們就不會被壓制得這麼淒慘 因為我們現在因為沒有移動速度 所以完全不敢離開重胎 是 對 然後所以只能在重胎上做交戰的話 當對手一個閃線到後面 你就不太敢追了 對 閃線是瞬間移動 再成為瞬移 對 但是有遁地之後 重複就開始 還可以補血 我這邊拉一個鏡頭看得更清楚 兩邊的部隊在做一個膠著 真的非常非常有耐心 對 也不能說 但是追尼的數量持續的增加 我們現在追尼已經來24隻了 已經來了兩個牌了 對 已經來了兩個牌了 非常凶惡 而且操作非常好 所以幾乎沒有什麼損傷的情況之下 我們追尼的數量 是不斷的做一個增加 又來了 又補向來了 這一個部隊是可以直接壓進來了嗎 要壓過去嗎 還是再來一次 是不是要直接壓了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數量 感覺是擁有兵力上的優勢 不過還是非常非常小心翼 對 沒血的往後面拉 沒血的又往後面拉 但是關鍵是遁地 完成了 遁地完全了 充足的遁地 完成了 那這樣子對於DS來說非常非常危險 就看他這一波的追獵 能不能夠 對 他遁地這麼久不出來 對 遁地補滿血再出來 因為剛剛他已經沒什麼血了 這樣子的話 直接壓過來 因為我們移動速度都完成了 是 哇 我們撐了那麼久 終於現在 就在這邊要做一個反撲 直接壓進去 然後做一個換兵 對 就等這一刻 又遁地下去 對 當你們追獵可以沒血的時候 瞬移到後面補護盾 那蟲族這邊就是蟑螂往前壓 沒血了 我們就全部躲起來 結果 哇 又拍異化蟲去騷擾DS的家了 對 那這邊的話 部隊這邊要再做一個會戰了 主要是在蟲胎上面做一個會戰 非常非常危急 這一個直接壓過來 操作相當不錯 不過我們主要是在對手家中做一個會戰 那現在其實數量感覺不斷的變少 不斷的變少 當然數量一路壓了過來 對 那王俊DS自己的家裡面 結果被打穿了 衝得進來啊 DS打錯了 GG 哇 這場表演賽 韓國重王Julai 胡勝俊選手 他等的就是那一刻 遁地跟速度的提升 沒錯 完成之後 最後是擊敗了DS的王俊 這場表演賽 韓國重王展現了他的一個實力了 那我們這邊要請觀眾朋友先休息一下 那待會兒要來進行的就是 我們的職業電競聯賽的 新海者82